工作方面年收入不低于50 你年薪多少啊 我50以上 那你这个要求我觉得啊 我估计今天达不到 每年年薪在50万 他离异了 我觉得他肯定要找个二多的吧 说一说我觉得宝贝啊 你得认清咱要的是啥 三十岁离婚女 向情要年薪200万 辈辈泼泼泼水 你得认清 这边看出来你30多呀 我在台上一看 我想你顶多你20多岁的 你们觉得他有35吗 没有 哎呀老年轻了 至今未婚啊 我离异 哦离异了啊 大如一名离婚5年 有一个9岁小孩的30岁女 直到大型相亲活动 寻觅第二寸啊没想到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我是干医疗美容的 叫女人美丽啊 你需要一个年龄多大的 10岁之内吧 我接受 45吧 45以下的 那如果人家要是已婚 或者离婚的你 我不介意 但是最好是离异的 你想要一个离异的 未婚的话 如果他思想不成熟 可以接受 那工作方面有什么要求吗 工作方面年收入不低于50 50 年薪呢宝贝 基本上得旗鼓相当不分伯众吧 你年薪多少啊 我50以上 你50以上啊 对 那你50以上你这么优越 而且长得又这么好 我觉得你不缺男朋友吧 不缺选择的对象 但是缺认识的渠道 对 那你这个要求我觉得啊 我估计今天达不到 哎 你家有没有那个年薪50万的呀 举个手啊 举个手 每年年薪在50万 他离异了 我觉得他肯定要找二人多的吧 他可能不会像 三十多岁的看齐了吧 而且还是离异的 对不对啊 对对对 说一说我觉得宝贝啊 别认清咱要的是啥 你知道吧 你都挣那么多了 要一个暖男 回到家能跟你煲个汤 能陪你说说话 要的是生活那种快乐 啊 你要那么多钱干啥 你们俩一个月一年 挣一百多万 你怎么花呀 是不是啊 咱得知足常乐 我觉得 像你这样的要求 要么你就永远的担着 要么就得放低条件 啊 三十啊 有没有 四十五岁的 啊 你三十啊 三十块 你别讽刺啊 行不行啊 就是要三十万的 三十万的 咋皮了 嘛 啊 嘖 par 伏了 仔细 的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